德国福斯排气造假丑闻 没完没了 日内瓦车展上竟有维修工人 上台要修车 难道车子又出包了吗 穿上写着福斯logo的制服 维修员煞有骑士跑上台 让福斯高层措手不及 紧急做出澄清 工作人员上台带走闹场维修员 不料糗事却再被提起 反奉福斯最会装傻 维修员酸度指数破表 意外强劲车展媒体版面 其实这位山寨维修员 是英国谐心布鲁金 他上台时还手拿作弊工具箱 抄不给面子 福斯去年爆发排气造假丑闻 钱保时捷不责人穆勒 接手执行长判抢救福斯形象 没想到媒体日第一天就被闹场 过去福斯被指控在美国60万柴油车上 加装作弊装置 虽然福斯道歉承诺招修 却又在车展上被呛 显示市场信任度 还有待时间弥补 记者综合报道